他的书是非常给人美好的 我接下来要讲这本书了 这套书 哎呀 我上次去吃饭的时候 完了 陈老师送了我一份 还在生命签上的名 我本来是想拿了净的钱 跟大家分享炫耀 跟他分享一下 我这种人怎么会炫耀呢 对吧 跟大家分享一下 结果我发现那本书呢 我已经偷偷带回家了 公司压根找不到 没办 改天再给你展示吧 这本书名呢 叫做也是冬天 也是春天 大家之前看过这一本 俄罗古纳和幼腕 它是几十万字 比较长 但其实呢 陈老师的短片更美好 我在当时从黑龙江回来的 飞机上看了这本书的绝大多 然后再在后来去出差的高铁上 看完了剩下部分 就是你每次在读 陈老师的作品的时候 你就感觉从那一片 遥远的平原上 深厚的土层 以及漫山遍野的野花和丛林里 给人一种 欺人心脾的自然气息 它舒展而平和 也因此真实而具有力量 它的纹笔非常的柔美 带着一种大 大兴安岭清晨之头露珠一般的气息 一种灵气 它情感很细腻 就像是 就像是黑龙江河水 蔓延近湿的每一寸沿岸的土地一样 它总是感伤的 因为 因为它常常在缅怀 它也在逝去 它会写优美的故乡的回忆 它会写诗画一般美丽的村庄 它会写山坡 然后写溪流 写菜园 写置身于旷野中的自然 写吹烟飘起的厨房 那些让我们无比熟悉的画面 也会写热气腾腾的饭菜 写寒冬腊月家门口 那个睡帘般的冰灯 它也会写增天生活的滋味 院子里的那一口大的浆缸 它会写在深秋时节 古物满满荡荡的 粮仓 它也会写母亲细心缝制的衣裳 它偶尔还会告诉你 外婆家旁边那条奔流的黑龙江 它现在有空会告诉你 写下姐弟几人成长中的一些过往 它讲慈爱 温和 宽容 而且敦厚的父亲 让你以我感觉呢 就是我们身边每一个人的父亲 他也会重笔琢磨的去写 善良 美丽 巧手 而且贤惠的母亲 具有那一代所有女性身上 发光的地方 他不厌其烦的一遍又一遍的 写失去的亲人 写破败的老房 写那些消散的部落 写深夜醒来时的感伤 他特别喜欢写这些 他从来不写尔虞我诈 不写勾心斗角 因为 这些太过寻常 写这些真的就是劳神费力 然后庸人自扰 他不写凡文如节 有的人会对 官场甚至政治里头的东西 屈之若鹜 甘之如矣 他不写凡文如节 他也不写勾心斗角 他不写凡文如节 他也不写风云六时 风流运时 因为他觉得那会落入俗套 会多次依据 另外呢 他也不太写那些七嘴八舌 鸡飞狗跳的事情 生活中的琐碎太过寻常 因为那些真的太无烟瘴气 所以 我不知道他写什么 但是我清楚地知道他不写什么 他不写尔虞我诈 不写勾心斗角 因为那劳神费力 庸人自扰 他不写凡文如节 不写风流运时 因为那些落入俗套多次异局 他不写七嘴八舌 不写鸡飞狗跳 因为那些无烟瘴气 激气寻常 文字一定是在一个极其美好的情况下 人们面临着一次盛大的丰收 或者是热闹的庆祝之后 一个人突然有了一种冲动 想要把这种油传给后世的欲望 所以人类一定是在一次特别美好的事情中 产生了文字的冲动 文字的本能 应该是要给我们带来内心的一些抚平 伤痛的作用 所以 池老师的文字 就拥有这种本质一般的能力 神奇 他写流水 写山峰 写蔡冈 写老房 写冰灯 写河流 写迅路 写苔藓 写月光 写萨满 写山坡 写红叶 让你清静自然 心胸宽广 心生快乐 他就是不写人之间的 那些细碎平常 他不像一些特别自大的男人啊 极其最心于自己用文字所构建的帝国里 即使写的又愁又长 他也不像一些特别幼稚的年轻人 急于向这个世界宣告或者是强调自己的主张 所以把文字写的棱角分明 他不像恋爱中的男女 沉迷在彼此的爱里 写无穷无尽的情爱 他也不像那些钻营的投机倒把的人 把偶然的幸运 讲得像模像样 你们一定会听过很多这样的东西 所以 我刚讲的这几个 其实就是你在书籍里看到很多常见的现象 不像自大男人最心于自己用文字构建的帝国 不像幼稚的青年人 向世界强调重复自己的主张 他不像热恋中的男女只讲无穷无尽的情爱 他也不像钻印的投机倒把者 把自己的幸运讲得装模作样 很多人连自己都不信 因为他不写这些 所以他永远不会得意忘形 因为他不讲那些 所以他永远不会蓄道啰嗦 他讲的就是生活日常和你我的共同过往 所以他不是在自言自语 他温情且细腻 所以他也从来不野心勃勃 他不搅肉造作 所以这是赤老师所有文字给我带来的力量 平和 随意 自然 优美 每次读到都感觉内心被抵挡 就是 在他的文字里你感到知道什么呢 比如说有一种婴儿般的天真 我一会儿会跟你分析到 他还有一种孩童般的好奇 只有小孩才问为什么呀 他有一种少女般的热烈 对于未来的期待 对于美好的渴望 他也有诗人般的优美 当他描述到那些自然美景的时候 你觉得他就来自于那片山水 他有着智者一般的清醒 因为他面对人生的大的境遇和生死的时候 现在极其的豁达 他最终拥有一种 不属于他在那个时段里头 身上所拥有的老人一般的平静 因为年轻的时候 我们太缺乏经验了 我们太 不了解这个世界了 我们也不了解自己 所以我们总是大开大合 过于夸张 过于喧闹 过于反应 我们总显得有点 不舒展 不自然 不正常 但池老师的作品中 不会有那种感觉 所以 你在读完他的文字 就是 你会面对 你会面对人生的很多东西 你会面带微笑的期待 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相遇 因为你相信 这可能是命中注定 给你一次奖励 就像我一直非常珍惜 镜头前很多 与我们相伴至今的朋友一样 你会像孩子一般 悦纳 就是心悦诚服的接纳 生活给你的一切馈赠 或者有时候是剥夺和惩罚 你能够心平气和的接受死亡 然后恍然大悟一般呢 因为你觉得这是宿命般 最终人生必然会有的收成 宿命般的人生终成 那你不恍然大悟 你不心平气和 你能怎么办 而且你会由衷生成的 最终热爱自己的故乡 因为在他的笔下 我们会看到另一个 发着光的黑龙江 你会怀念故乡 你会怀念故乡 朴实的 亲切的 自然的 自由的那一份模样 最终你也因此会 内心非常虔诚的 尊重自然 接受自己 面对生活 你会的 因为你从他所有的描写的具体的物像 和人生的经历中 会获得一种力量 这种力量是什么 我把它理解为一种宗教般强大的力量 就是你会如一个虔诚的 信教徒一般 你会相信万物有灵 他们生而荣光 就是这个感觉 我跟你讲 其中有一篇啊 叫做 叫做这个 等一下我找一找啊 这本不是我那个书 我那个书在家 所以 这个书我下午才放的 有一本有一句 有一篇就叫伤怀之美 63眼 就是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 是不是也突然会有那么一刻感觉到 怅然失落 对吧 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感觉 我今天不知道咋怪怪的 就感觉自己突然心情很低落 然后不知道怎么解释 我们都会有这种状态 但你知道在一个作假 一个情感细腻的 内心丰富的 真诚热烈 而又自然大方的人笔下 这是一种人生上难能可贵的 罕见的品质 和一种极其不易获得的 一种宝贵的体验 你听他是这么写的 他写 年龄的增长是加深人自身 庸碌无为的一个可怕过程 发现了没 年龄的增长是加深人自身 庸碌无为行为一个可怕的过程 很多人就是在成长的过程中 一次次的为了向世界宣告自己 为了向周围证明自己 或者为了向自己成全自己 他就会做很多让你觉得 极其无用 重复 单调 甚至毫无必要的东西 然后把自己变成一个落入俗套 为人所不止的一个人 有吧 说从那以后 我更多体会到的是城市 混沌的烟云 脏兮兮的街道 车水马龙 笼罩的雾霾 就这种感觉 对吗 从那以后 从那以后 我更多体会到的是城市 混沌的烟云 狭窄而流俗的街道 应是男女 大家各怀着自己的想法 请原谅我 我很多时候 每当我回忆起人群的时候 我常常不是一些特别美好的画面 人与人之间的争吵 背信弃义 甚至相互唾弃 你一路走来 是否经历过很多这样的问题 只不过我也在提醒你一句话 就是你才说的 当你在与怪兽搏斗的时候 尽防自己称为怪兽 当你在凝望深渊的时候 深渊也在凝望你 你可能生活中经历了一些不愉快 或者是琐碎 负面 甚至丑恶的东西 但请你一定要提醒自己 你所受的教育 你家庭的门风 和你自己读的书 不是要把你培养成一个那样的人 你不是被训练成那样的人 你永远要跟那种东西划清界限 就是见证过黑暗 仍然保持对阳光的期待 综结成八个字 就是我心光明 此心光明 以赴和言 这个非常重要 说那种人情景 相融为一体的伤怀之美 似乎已经逃之夭夭了 或者说伤怀之美 正在某个角落 因为蒙难而颜面哭泣 就是他怀念 这种伤怀之美是什么 是一种朴素的 自然的 人和人之间单纯 而美好的一种状态 我们都无比的渴望这种现象 我们都需要这种力量来救赎自己内心 对吗 越走向人群越孤单 人群中的孤单最为致命了 这是那次 毕书明老师来我们说的一句话 对吧 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其中的一些片段 当然这本书里头 还有池老师他自己拍的照片呢 如果你是摄影爱好者的话 那可能会给你一些共鸣啊 不知道你拍的好还是他拍的好 但是用镜头记录 本身都是美好 这套书马上快卖了一万单了 快卖了一万单了 9000多了 把这本书这套书如果再卖是100万单 我基本上下次又可以去找他吃饭了 对我刚才讲的那段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你们可以把刚才那段录片去发 就是 就是池老师文字所带来的那种力量 他可能跟我上次在讲 诱暗的时候那种感慨又不一样 那些信息片段 基本上可能都是这本书里覆盖到的 我先给你分享 这第一篇里头啊 他写到了 登记 池老师的父亲呢 在池老师 幼年的时候 会给他做冰灯 我相信东北的朋友会非常熟悉 他说因为有了年 就觉得日子是有盼头的 而因为有了父亲 年也就显得有声有色 而如果又有了父亲送我的灯 年则更加妖娆迷人了 年一过去后 新衣服就脱下来 灯也收了 院子黑漆漆的 那时候望着窗外的雪花发愣 先想原来一年中只有这么几天是好日子 人为了那几天充满光明的好日子 就要整整辛苦一年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 在之前有很多朋友就抨击东西会 东西会整天卖惨 其实一般人说我不在乎 但是有时候身边亲近的人 或者跟你有很多沟通 你觉得他很理解你的人 他就说你卖惨 还挺挺伤人的 然后我就好奇 我说我怎么卖惨 他说你讲那么多 你那不是在博取大通经历是什么 我只是在分享自己的生活经历 那是真实的生活经历 所以大家很多时候不能理解 就是在现在祖国的西北 或者是西南 直到现在其实还有很多孩子 他们的生活经历 讲出来你都觉得他在买菜 但是人常常会因为自己的无知和偏狭 因为无知变得偏狭 因为偏狭变得极端 因为极端变得可憎 对 我在看到这段时候 就想起来小时候啊 就是想吃什么 想要什么 家人就是父母给我的院生 等过年了给你买 所以我看到这 这句话说特别有感触 就是人为了那几天充满光明的好日子 就要辛苦整整一年 然后小时候我问这个 我爸扎扎回来 等过年了 我的衣服破了 能不能给我买一个新的 等过年了 我鞋子烂了 能不能买个新的 等过年了 我书包底都掉了 能不能买个新的 等过年了 就是人们会把一年 所有中压抑的那些苦和细碎的疼 集中的给一次精神和身体上的回馈 就是等过年 但是那个年又极其短暂 因为我小时候印象特别深 我看到这段当时特别有感触 拉二十几 我父亲像一个 落难的难民一样 然后穿着脏兮兮的衣服 扛着几个大的这个袋子 里头塞着自己用的那个被褥和 已经救到不能再救的衣服 然后挤着火车就回来了 因为就小时候特别好 那段日子 我其实没有什么影响 我姐可能过过 但是你人就是你要 由 减入奢依 由奢依入减难 更何况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他要背上行囊 行走远方 要养护自己的家人孩子 他所面临的苦 应该比我更重了 所以我说我没有这个 刺苦的资格是真的 但是短短那几天里头 他回来就会出于补偿心 给你多买点肉 然后那两天 你可以吃得很好 给你买点衣服 给你带点小的零食 小的玩意儿 甚至我记得我半年去恩惠 在潮湖边捡了回来 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贝壳 我跟我弟都可稀罕 把那珍藏的文具盒里头 就这句话就会特别让人感触 人会为了那几天 充满光明的好日子 整整辛苦一年 所以就是你看 赤老师他写的东西呢 很真实 然后很有力量 很多时候呢 能让你回强的东西 这也写说 正月十五到了 那天是我的生日 二十八年前 一个落雪的黄昏 我降临人世了 那时候窗外还没有挂灯 天四亮非亮 四明非明 父亲送我一个乳名 叫迎灯 欢迎的迎 迎来的迎 然后灯展的灯 所以呢 赤老师的很多书迷呢 就自称叫灯迷 因为赤老师的乳名叫迎灯 这个很多朋友不知道 下次你见到赤老师 你说哎呀 赤老师你好 我是灯迷啊 这样他就知道 这个你是他的书迷了 这属于我们内部的黑话 行话 然后呢 这后面还有啊 还有一些 就是我刚给大家讲 他细细碎的 然后重复的 不厌其烦的 讲着这些童年的经历啊 讲兄弟姐妹的成长故事 讲外婆门口的 讲自己院子里的菜缸 讲那几目菜地 这些他都在里头写 你看 这个还其中第二篇 应该是 叫撕日历的日子 这有一段说 撕去的日子有风雨雷电 也有阳光雨露和贫降的白雪 撕去的日子有欢欣愉悦 也有争吵和悲伤 小时候你家里 有没有钱 上挂一个厚厚的那个日历 过一天撕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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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影响没 后来呢 我小时也是 我妈不让撕 他用个 上面挂个夹子 把那一页翻上去再夹起来 我也不知道 他最后那个纸有什么用 但是他就是不让撕 然后呢 说 虽然那是清贫的时光 但因为有个团圆的家 他无时不散发出温馨的气息 被我撕掉的日子 有时飘到窗外 随风飞舞 落到鸡舍 就被鸡一轰而拙破 落到猪圈 就被猪拱到粪里 也成为粪 命运好的落在菜园里 被清新的空气滋润着 而最后也免不了被雨打湿 凹烂成为泥土 你看这段就特别真实 大家就会想象到 那些日子就如同撕掉的这一张纸 一张纸一样 它会落到不同的境地 然后就成为了你再也回不去的过去 就有一句话特别经典 叫人不可能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 你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争气 对吧 就是什么时候一个人会在意健康 他大病一场 什么时候会在意家人陪伴在旁 可能有重要亲人离世 什么时候会怀念自己十几岁 那个生龙活虎的样子 你每天颈椎疼得要死 觉也睡不着的时候 人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怀念 写的特别好啊 所以你看 你现在能理解我刚所说的 说他不像那些野心勃勃的男人 尝试用文字构建自己的帝国 他也不像那些幼稚的年轻人 尝试用棱角分别的文字 向世界重复自己的主张 然后他也不会像那些恋爱中的男女 像童韧中恋爱脑对吧 言无止尽的 然后重复着那些情爱的故事 他不会 他更不会像那些投机 倒把投机取巧的人 把自己偶尔的幸运 说的有模有样 他不说那些 你看这个二十三页 说死亡是分裂家庭的杀手 同时也是团聚家庭的日子 因此 因为亲日离去 我们懂得了生命的美好和脆弱 懂得了怀念 懂得了珍惜每一个日子 懂得了孝敬还健在的老人 每当我想起那年腊月的首灵 我的心都为之一动 那雪地上长明灯的火 光焰在记忆的光影中 宛若一群金灿灿的鱼苗 充满激情的游着 成为岁月之河里的萤火 很真实 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很多 就是当年在这个上学的时候 因为还在上学还没有工作 所以没有那个消费能力 没有那个收入 没有购买的能力 以前在外婆外公 他们生病的时候 就没有出过力 但你会有自责吗 所以你看我后来在这个西安工作以后 以前我基本上只要有空 我一个月至少会回老家回去两次 而且每次回去就后备箱拉满 因为你给他买钱他也不要 你让他来城市生活 他不习惯 他不愿意 他更习惯自己几十年的生活节奏 他是个农民 他要默默地去耕种自己的土地 收获微薄的粮食 甚至遇见了汉老在海海 这个赔本不挣钱 但他愿意 因为那是深刻在基因里的一种自觉 所以就实在没办法 就给他们送吃的送喝的 衣服他们也不讲究 你看他买多他也不穿 所以最后就给他疯狂买吃买喝 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 就本来观众的男人就练家 然后呢 有一些经历的男人会更练家 如果你本身也很练家的话 我跟你说观众的男人 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可能是也有缺点吗 懒大男子主义 臭毛病一堆 这个25页这块 讲北方的炎啊 这段也特别好 就是很多文字呢 你听着听着全是画面 你听这段啊 卖完了无所谓 你让我多讲一会儿 你别催我啊 他说雪来了 天气越来越冷了 这时候的北方大地 寸草不生 看不到一抹绿色 那东北的冬天 当然零下几十度 对吧 所有的植物都成了寒冬的战利品 被彻底的俘虏了 你看这就是一个内心 极其温和可爱 细腻之人的笔触啊 我们说的是 北风呼啸 白雪茫茫 万物肃杀 毫无生机 你看 十六个字写完 但是你看这个天越来越冷了 北方凑倒不生 看不到一抹绿色 所有植物成了寒冬的战利品 被彻底的俘虏 他有一种意志力在里头 你说为啥特别喜欢吃老师的文字吗 就是很有意思 我就在想这个人 他内心里多么美好啊 无生无息 我同年纪中 北方人的餐桌上 是看不到新鲜的蔬菜 绿色蔬菜的 不是现在 由于运输的通畅 和市场经济的发达 数九天起 也能吃到南国的蔬菜 然后注意后半部分来了啊 这段非常有画面感 我相信很多朋友会跟我有共鸣的 毕竟跟我有共鸣的 一般都是 这个80后 70后 60后 好多人说 与会我今年70的 第一次追星 我平常去外上 这个很多时候 跟我年纪相反的女孩 看到 哇 都一会 都一会 我说你好 我妈特别喜欢你 说完之后 我说 啊 然后呢 哎呀 我妈特别喜欢你 老看你呢 女孩 女孩一般表达完这句话之后 就有一种迅速 肉眼可见的收敛 和表情的平静 啊 我妈特别喜欢 说这种 很乱说 她喜欢你 迅速去平静 就后面 戛然而止 你懂吗 所以我跟你说 很多跟我有共鸣的人 根本不是年轻人 感受到那种声音 发出速速的声响 撒一层 很有画面感 像秋日暖阳 阳光写照 然后母亲穿着 这个 可能已经洗的 发白的那个衣服 站在院子里 干净 而又美好的模样 然后呢 好像盐在唱歌 在秋天山里的蘑菇 也露出毛润的头 蘑菇除了晒干碗 还可以用盐 腌渍在坛子里储存起来 冬天用清水 飘出他们的盐分 吃起来 仍然是鲜美的 所以盐在秋天 是洒向北方土地 最早的雪 它融化了 融化在蔬菜的清香里 所以你要问一个北方人 你们家造房里 什么东西最多 我才十有八九人 都会冲口出出 咸才刚 这段就让我特别 想起那个 母亲以前在秋天 就是基本上 农忙 就是在十一之后 杨丽的十一之后 或者中秋节之后 基本上地活干完了 这个玉米收回来了 小麦种下去了 然后呢 豆角摘完了 豆角藤也毁 就是可能已经毁掉了 然后呢 这个 芝麻也收回来了 那个炸油的油葵 也收回来了 那个籽都打完了 油也炸完了 剩下那一天日子会干嘛 就买一车很大的那种包菜 就是圆包 就是大手撕包菜那种 圆包菜 我们那儿把那个叫莲花白 北方就莲花白 然后再有这个地里头 已经被几次双将把叶子打黄 快要捏而死那个辣椒树上 还有好多的这个细又细又长 那个辣椒 我们把它叫线线线辣椒 像线一样嘛 所以叫线线辣椒 再偶尔有一些这个 从地底这个 已经很冰凉的 深厚的黄土里头提出来 又粗壮 然后又清香的这个胡萝卜 白萝卜清洗干净 而我印象特别深刻 几乎都是因为那会我已经上 上小学或者上初中 因为已经已经非常近了 就感觉到 鸡肠碌碌的回到家里 然后呢 趴在门口的手楼头上 拧开先那个自来水 呱呱呱呱呱 先喝一肚子凉水 然后走路肚子都发出晃荡水的声音 然后走到家里院子里 那会儿家里院子连墙都没有 就敞开着 北方很多人的院子都敞着 也没啥 你偷吧 有啥偷的 院子就一堆柴火能偷过啥 然后你就会发现 母亲这个 认真的在院子里 腌那个咸菜或者是酸菜的模样 就是他把那个莲花白 用刷子清洗干净 因为那个菜上面 以前人不打农药 可能是有虫子的 或者上面咬出了很多的孔 对吧 那个孔无随 但是你把虫子什么刷掉 有时候有虫卵呀 甚至有土啊 泥啊 沙子冲洗干净 然后上面叶子什么 以后有一层浅浅的白霜 把那个刷干净 然后一层一层铺撒盐 铺好撒盐 铺好撒盐 最后再用这个锅里煮沸 然后又放凉的那个水倒进去 然后用一个巨大的石头 下面再放一个类似于蒸屉的东西 压在上面 这样就能压瓷石 往每年压菜的那个过程 就是它不紧不慢 而且那是我极少能够看到 母亲生活中相对来说 比较放松自在的模样 因为家里要养好几个孩子 他时常都是紧赶慢赶的 时常都是连爬带滚的 时常都是不从容的 时常都是被过度消耗的 都是属于筋疲力尽 而且生死力竭的 歇斯底里的甚至有时候 因为东西会也不怎么听话 但是我就印象中 腌咸菜或者腌酸菜 那几天就特别美好 因为那几天往往都是秋高气爽 大雁南非头顶 那个大雁 这时候你回到家 母亲甚至会大趣的 跟你开个玩笑 然后呢 这个再给你去锅里盛饭 已经炒好了 用碗盖着盘子里头的菜 然后你就断着碗做的院子里 看着远方的蓝天 看着离家不远处 起伏的清廉的山 然后再看到农家那个院子里 红树的叶子 一层一层在秋风的摇晃之下 飘落洒在地面上 然后母亲不急不忙的那个模样 我到现在都记得 特别美好那个画面 所以当然如果你家里 有过这种经历的话 你可能也会想起来 你不同的城市 一定有不同的感受 但是我想表达的 这就是池老师 他的这个作品的一些优点 就是 他会唤醒人 人性中特别美好的部分 你看我说的 他不写尔虞我诈 对吧 他不落入俗套 他不写勾心斗角 他不写七嘴八舌 因为那过于寻常 或者毫无意义 就这个意思 那这还有一段 你看这段就能写出来 特别像成长过程中的 某一个时刻的我们自己 就是 龙眼与伞 这是在三十七眼 这是池老师写到 他当时在写 俄国拿和幽安这本书 他说去年我在故乡写长篇 俄国拿和幽安 四月中心一个下午 写的如智如对 电话响了 妈妈打来 他说我在你楼下下雪了 我给你送伞 你今天早点回家吃饭吧 但是他当时正写的 那个特别 私出全涌的状态 没有比写到亢奋失处 遭受打扰 更让人不快的事情 那我们都能想到前面 我懊恼的向妈妈说 雪有什么可怕的 我用不着伞 你回去吧 我再写一会 妈妈说 我看雨中还有雪 雪中还有雨呢 害怕把你浇湿了 你下来吧 我忍耐不住了 我冲妈妈无力喊到 你也是 来之前怎么不打个电话 问一问我需不需要 我不要伞 你回去吧 我挂断了电话 然后听筒里 声音消失了一瞬 马上意识到自己 犯了不可饶数的错误 跑到阳台 看着飞雪中的母亲 撑着一把天蓝色的伞 围攻着背 缓缓的朝回走去 她的夜下 夹着一把绿伞 那是为我准备的 我想喊住她 但是羞愧使我张不开口 只是默默的看着她 见性见人 你看这段描写特别好 就是 很真实 你们可能也有过吧 就是有没有一些 你们家人关系你们自己 但是你们自己很年轻啊 然后当时过于棱角分明 然后控制不好 自己情绪的状态 有没有 现在想想可傻了 她就把那种傻写出来 就很多时候我们便面对人生那种傻 大家是难以启齿的 人是会刻意的去美化自己 所有人都会 我自己也会 但是我们其实成长的路径极其相似 我们都是从曾经棱角分明 然后呢 甚至有时候不太好管理 管理不太好自己的情绪 把握不太好自己的状态 然后在一次次的冲撞和伤害之后 把家人甚至身边之外 就是碰得血路模糊 然后自己才逐渐温顺和这个 豁达了起来 我给你讲一个特别丢人的故事啊 就是 我先一讲 我先一讲呢 这个我以前全是丢人的这个官网 我在念初中那会儿啊 对 大家说这个感同神说 我在念初中那会儿 因为我们当时那个初中学校还比较好 是一个当地县上比较好的私立初中 或者是我们县上那最好的初中了 每年要考那个学校 不是所有人都能考 他会给一些小学 这个名额 我们学校当时一共去了 八个人 宣的就平常去最好的八个人 只考上了两个 我是其中之一 而且 我当时就一个农村不起眼的小学 那么破的小学 然后考的成绩 还是全线的 五六十名吧 大概 还是挺意外的成绩 然后呢 那一天我回家之后 我妈就特别开心 我记得特别 我小时候那段是流行过一段 就是买那个DVD 你没有见过那种没 然后就是正是这个华语乐坛神仙打架那段日子 然后呢 我还求我爸 我爸打工过年回来 给我们买了几个那个碟片 当时我还记得最早那个刀狼 那个2002年的第一场雪 哎呦妈呀 我们每天一群鬼火少年 整天不睡觉 晚上村头 田地边 沟 我们的沟壑红 路边一遍又一遍唱 那也我喝醉了 拿着你的手 胡乱的说谎 哎呦 现在想一想 什么方面啊都 然后呢 我记得有一天 我回到家 我妈特别开心 然后还拿着那个 因为马上 九月就要开学了嘛 平常他是不让我们看电视 也不让我们听那些 那天他心情特别好 拿着那些 你想听 你听吧 我还没反应过来 我给你放 他第一次自己主动跑回去 然后给我们放那个碟片 我也忘了放的啥歌 反正还把声音放可大 因为平常会骂我们 不让我们弄 然后那天情情特别好 然后那天呢 他就明显有一种非常 开心的这些 是一种过度开心的状态 他风人就好 哎呀我还要考 这样挺好的 啊 但是进那个学校之后呢 因为当时这个学费 还比较纠结 这个 因为认识一个当 我们村里以前 有过一个人在交易局工作 就想找一找这个人 看能不能说给把学费免点 因为我当时的成绩 其实已经很好了 已经免了很多学费了 但希望说看能不能 再帮一点 然后去找那个人 买了点吃的 就站在人门口等人啊 等了一下午 我没有耐心呢 就是来自于一个孩子的 无知和焦躁 我说我不想等 我说这么丢人的事 我不想干 你要干你自己干吧 我扭头就要走 然后我妈就生气 就拦我 我拦拦我 就跟我妈吵了一下 我说这么没有尊严的事情 反正我记得当人话说 挺难听的 对不起 那就是曾经的我自己 所以你看这段话 好真实 这个这些还有很多啊 大家回家自己看吧 我觉得这个 就像我刚才给大家分享这种经历一样 就是一本这种特别有意思的 讲人生经历的细碎的这种书啊 你们可以跟自己家里的孩子一块读 很多时候让一个家庭变得美好的方式 不只是成为成功的榜样 更多时候成为一个温情的父母 你不是一个永远逼迫着他跑得更快 更强的一个教练 不一定 你很多时候可能是一个 一个倾听者 一个讲述者就行 反正我在小的时候 我爸妈就非常喜欢 而且事无巨细的 啰啰嗦嗦的跟我讲很多以前这个家里故事 我奶奶也是那种 小时候呢 没有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我长大了之后会发现 就经过他们一遍又一遍 比如就讲这些故事啊 或者我自己经历东西的时候 我就会对生活中极其细碎的东西感到温情 我会对一些极其平淡的东西感到喜悦 而且这些东西唾手可得 所以你的孩子就容易感到快乐 这点很重要 但如果说他们从来只在告诉你 成为人上人有多么重要 药缠外观有多么重要 飞黄头哪有多么重要 你会痛不愈生 就这个意思啊 非常欢迎大家多读一些这种文学作品 因为有的时候呢 在这个时代 你会发现畅销术的前几名永远都是 商业规律 成才法则 致富指南 跟一群神经病的人 翻尽中绝了 哪有那么容易啊 或者哪有那么真实啊 哪有那么有用啊 对吧 算命的人能告诉你咋发财 他们自己为啥不去发财呢 就这个意思 我刚刚讲这一段 我可以给大家再重复一下 我好多朋友没听到 为什么反复在向大家推荐 池子健老师的时候 在去年曾经右岸 与我人生最胶着 最迷茫 最痛苦 最黑暗的时候 将我灵魂拖起 让我在北京 钢筋水泥的森林里 能够得以喘息 让我的灵魂飘向远方 远方的山和水 我虽然还未曾见过 在那时 但是他们抵挡了我的灵魂 所以 后来有一天 直播间人数 突然暴涨的时候 我脱口而出的那些 迅度珠胎险而骑 散满在月光下起舞 携爱人之手 沾于山殿看遍山红叶 将新世苏说山中 将痛苦 说给流水 人们在自然中分离 也在自然中相遇 人们在大山中获得 也在大山中逝去 那是右岸带给我们的感动 那是一个消逝的民族 几代人的故事 最终 像那些涓涓细流一样 回到了那片山林 今天向大家推荐的是这本书 也是冬天 也是春天 虽然没有库存 但是我可以说 你可以录一遍 石老师的作品之所以 我向大家强烈推荐 是因为我觉得 现在很多人需要这种东西 我们的内心 在过去疫情 后来的 很多人生意上经历的困难 包括现在虽然疫情过去了 但其实并没有迎来 大家所期待的经济大爆发 发现了 其实世界各国 从历史的规律来看 大的灾难之后 会有经济非常疲软的一段时间 所以在这个时候 人是需要一些治愈性的力量 所以你在现在需要赤老师 他文笔柔美 他常常带着大兴安岭 清晨 枝头露水一般的那种灵气 你看到露珠就会感觉到 他是天地的 一种美好呈现 他情感特别细腻 他会写老去的家人 他会写童年的经历 他写不小心给母亲发的脾气 他情感细腻 就像是黑龙江的河水 蔓延着 然后禁失了沿岸所有的村庄和徒弟 他的笔触时常是感伤的 因为他总是在回忆过去 他在回忆故乡 他回忆那些如诗 如画一般美丽的村庄 每当想到那些地方 他就不由地想要写山坡 想写溪流 想写菜园 或者想写大自然 想到了在那一方自然中 雨傍晚吹烟升起的厨房 写那些端上饭桌之后 热气腾腾的厨房 饭菜 他还要写冬天 寒冬腊月门口 睡帘一般的冰灯 写增添了生活滋味里 家里院子那一口大的浆缸 他会写在深秋时节 收获完成之后 古物满满当当的粮藏 他也在里头写了母亲 细致给他所缝制的衣裳 他写外婆家旁边奔流的那条黑龙江 他也会给你写姐弟几人成长中的一些 有趣的过往 讲慈爱 温和 宽容敦厚的父亲 然后给你讲 善良 美丽 翘首 贤惠的母亲 那两个人如山如海 如天如地 支撑起的 赤老师在小时候所有生活中的美好 和经历 他之所以写逝去的老人 写破败的老房 写那些消失的部落 写那些深夜的感伤 其实不是说 他酷影自怜 因为只要有过相同经历的人都知道 那是人生中最纯粹 最美好 最澄澈 最自然 最干净的部分 那不是毕丑自珍 他不写那些耳于我诈 和勾心斗角之情 因为耳于我诈 和勾心斗角 实在是劳身费力 庸人自扰 何必呢 人生苦短 他也不写那些繁文儒节和风流运势 自古以来 人们就对帝王的风流运势 或者是朝堂之上的繁文儒节 甘之如矣 落落所套 多次一举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 他也不写 邻里之间弃嘴跋舌 或者是生活中鸡飞狗跳的事情 因为那些乌烟瘴气 极为寻常 不用写 出门看到 所以 当他不写那些东西之后 他就不会给我们带来过度的焦虑和痛苦 他也不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压抑和伤害 他不像我刚所描述的那些高傲自大的男人们 然后用文字去构建一个庞大的帝国 好像在那个帝国里他才是唯一的主宰者 他不像那些幼稚的 还未退去棱角的这些年轻人 向世界声明自己的主张 好像只有自己才是正确的 他不写热恋中的男女 你弄我弄那些无尽的情爱 他也不像那些钻硬的投机刀把者 把自己偶然的运气写得装模作样 他不写那些 所以他不会得意忘形 他不会啰嗦 不会虚导 不会好为人师 也因此没有再自言自语 不会野心勃勃 更不会脚肉造作 平和 随意 自然 优美 带有婴儿般的天真和孩童般的好奇 然后 总是对这个世界抱以最美好的心态 他又有少女般的热恋和世人般的优美 时常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丰富和多姿多才 最终他给你一种文字启迪后留下的智者般的平静 智者般的清醒和老人般的平静 让你能够不慌不忙地面对很多人手的困难的课题 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好 我觉得欢迎大家读赤老师的文字 是因为读完他的文字 你就会 从中学到一些他的这个力量 学到一些他的经验 或者获取一些他的力量 你没有办法复制他的人生 不能 也没必要 对吧 但是你能够心悦成福地面对微笑地接受很多生活安排东西就行了 你期待一次相遇 你悦纳生活给你的馈赠 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 你心平气和地接受分离 甚至是年迈的人 会用一种正常的心态去接受死亡 然后恍然大悟 发现其实人生最终就是这样宿命般的离散而中场 然后你看他的文字里头 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讲黑龙 讲生了他 养了他 培养了他的地方 讲他的故乡 我相信你也会由衷地热爱自己的故乡 以前其实我觉得我生活的地方太平凡了 以至于我们总想要逃离故乡 但我现在不会 我现在会当着镜头县几十万人 夸夸其谈的时候我自己老家做 确实他那么的平凡 去了之后你可能大失所望 因为这种力量 其实就很多时候来自于一种成长中的历练 和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 你怀念故乡 你怀念村庄 你怀念老房 你怀念童年模样 因为那个时候你不是亲切 而且自然舒展 内心虔诚 尊敬人生 尊敬经历 也最终尊敬自人 拥有一种极其强烈的像宗教般的热情 最终相信万物有灵 我们圣儿中光 谢谢大家 这套书讲完了 这套书